许多小朋友想要什么东西 只要开口就能得到 但是社会上有更多青少年 得自己负担生活费用 位在泰山的少年裴力源 在各界的赞助下 改造了一台鸡蛋糕餐车 让青少年可以自食其力 位在泰山的少年裴力源 顾名思义就是培养青少年自立的能力 原方在几方尝试和努力之后 目得了一台胖卡改造成鸡蛋糕餐车 让青少年可以自食其力 那个时候就想说 那不然我们来试试看鸡蛋糕 因为其实上我买了一本书来研究 鸡蛋糕是最容易入门 然后成本可能比较低 就是比较容易获利回收 那个时候是这样评估 那要吸引青少年 其实做餐饮是不足以吸引他们 又要酷又要有特色 我们就去找梅河西区福人社 台北西区福人社 帮我们梅河一台胖卡餐车 那希望做支配 那支配的对象是 针对经济上有弱势有需要 或者是他其实是可以半公半赌 提早自立的孩子 这台鸡蛋糕专卖车 不但成了青少年赚钱的来源 这次还利用暑假期间 开办了学习课程 由已经会制作的大哥哥大姐姐 教导有兴趣的孩子 这是就我自己而言 我因为家庭的因素变成说 我都时不时需要说去打零碎的工 然后去赚家里的生活被开销什么的 然后这边就是这个环境 他提供给我一个比较稳定的收入 然后而且这边的人也是因为熟人的关系 就是会相对说 这个融入这个职场环境 会比外面的职场环境还要来容易的多 平日追台胖卡就在少年培力园的外头营业 偶尔会参加不同单位举办的活动 下次有机会来到泰山 不妨来品尝看看这群少年制作的鸡蛋糕 以实际的行动给他们一点鼓励 记者方剑卡临景于泰山采访报导